中文字幕 李宗伟 李宗伟是取得胜利 保存來 李宗伟是年輕 大概是半年的年齡 也是22歲 李宗伟今年10月就要滿23歲 身高是有低迷巴巴的保存來 剛才提到說在過去四次都還沒有贏過 這位馬來西亞的選手 不過呢 在過去呢 這交手的成績一頭呢 基本上雙方打的這個比分都是非常的接近 那最近一次呢 就在馬來西亞的公開賽頭 當時候在準決賽李宗伟 他是在第三局的比賽頭呢 15比9呢 是擊敗了保存來 2比1的局數取勝 哇 他感覺呢一下去呢 這球跑動的這個速度呢 已經是 雙方的查出了火花 而且呢已經是 在這場比賽的一開始 在氣氛呢 吵得很熱 說明雙方運動員在賽前呢 做了精神的準備 嗯 好球 我們看到這個 李宗伟呢 剛才正手區的這個突擊 雖然落點不是很好 但是呢 由於這個 保存來在這個回放的時候呢 沒有做好這個準備 那現在比分是2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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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李宗伟呢 算是馬來西亞呢 近期冒起呢 而且呢 表現狀態呢 相當不錯的一位 年輕選手 確實他還是 一個非常有特點的球員 場上我們看他就是說 這個準備 那還是非常的這個 你可以說他混亂 打完球以後呢 下一排的這個準備 非常的充分 這就是一個 一個運動員 他有一定的這個特點 就是說 我這個球以後準備了 我要判斷對方下一個球 那麼這樣的情況 他如果抓住對方的出手的話 那麼他就會 比對方要快速很多 可是也是因為球員在場上 這個抓球路 而且就是說 他利用這個自己一些判斷 來讓對方造成一些被動 哇 而且呢 李宗偉在今年其實 也真的蠻厲害 因為剛剛在馬來西亞 公開賽呢 成功的瘋王 而且在瘋王的過程當中 真的不簡單 擊敗了 八強一頭擊敗了奧運的冠軍 陶菲克 十五比五跟十五比零 緊接在四強準決賽賽時 就擊敗了他今天的對手呢 鮑春來是三局的比數 另外在決賽頭呢 就擊敗了林丹 我想呢 多少少就剛才畫面 這位就是大工程 就是李毛 在他的這個帶領上 李宗偉 在李宗偉呢 這個進步是非常的大 當然我想功勞是有 但是也不能完全歸功於他 為什麼 因為時間上面前推的就是比較近 嗯 同學兩件馬來西亞公開賽的冠軍 李宗偉 那麼從電視畫面上看 李宗偉人是比較隨意 比較瘦小的這一類型的 但是場上的就是說 有些球呢 尤其像這個進攻的爆發力 還是相當不錯 所以呢 給對方還是造成很大的這個威脅 他的這個準備呢 是相當的穩 所以說不太 給人家感覺他不亂 場上的而且就是說 不會顯得匆匆忙忙 像剛才的那個Jonathan呢 場上的就 雖然我們看著他很積極 但是呢就是比較亂 嗯 那麼作為這個 像李宗偉呢 如果我們仔細看一下 就是說他打完球了以後的準備 場上很清晰 所以這也為他在場上呢 就節省了很多的這個體力 包括也給對方的就是難 比較難 比較難找到一些在移動上面的一些弱點 好球 剛才我們看到包村來利用自己的這個高坑優勢 那麼這個球批的還是相當的 有質量 那麼開機到現在包村來在2比0領先過後 那麼出現了落後 但是目前現在是3比6 暫時落後 雙方運動員啊 剛才先向徐明介紹 就是開局到現在都打得相當的積極 那麼這也是我們今天 呃 從開始到現在 那麼這場藍燈 那麼目前還是相當精采好看的一場比賽 他看見包村來剛才在頭頂這一板的殺球呢 這個速度 是達到這 249公里這個速度 這一季的回球還是出了點線今晚 4 抽屜相當多 這個小精采這個場上肯定是有一點這個風向的感覺 那李宗偉是這一次賽會的5號總子 而包村來是14號總子 在前輪的比賽呢 包村來他是 擊敗另一位呢馬來西亞的選手 10號總子的 黃中翰 15比6跟15比12 連續兩輪的比賽碰上馬來西亞的對手 5 6 我們看到包村來 那麼剛才 再往前 撲球 然後 及時的這個準備 因為剛才這個鋪球 呃 對方呢還是 呃 完全在那邊貼過來 如果不小心沒有準備好 就會錯失這個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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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可惜呢就是 脚的这个力量 尤其像这个爆发力呢 不够 如果它能够在这个脚的这个爆发力上面呢 能够有一些好的 那么会给它的进攻呢 带着更大的威胁 这个球呢是出现了判断的失误 那么第一局打到现在 场上呢可以说双方都发挥的比较正常 那么唯一呢就是 包春来呢 那么在场上呢就是说 没有把自己 像这个高空的优势呢 充分的展示去了 那么如果你想跟对方 好球 其实这个过去真的也 不是说经常看见李中伟的赛事 但今天看见觉得他就 人那个步伐跑起来很轻 对 刚才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他场上不乱 打完球以后 站着位置 就是说准备下雨拍 都非常的清楚 没错 所以在场上你看到 他不太会浪费 好像浪费体力 到时候乱跑 所以从这个场上的对拉的过程中呢 那么包春来占不到优势 虽然就是说包春来他自己的 基本技术掌握应该是相当不错 可是呢因为跑动方面 他相对来说呢就不如这个李中伟来的那么 坚审来的那么合理 嗯 你现在是几点的机会 所以这个呢 一下子把这个比赛就拉得太快了 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还是在6比5的情况下 一下子呢比赛就差到15比5 那么第一局呢 可以从为可以说是轻松的 那么赢了这个第一局的比赛 哇 的确呢也是没想到呢 在第一局呢会出现了这分数呢 这么悬殊的一个局面 只是用的是三分钟的时间 漏洞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包春来就是说 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下 首先呢一个要调整自己的 这个场上的一些 技术所的意用 你不能单纯的靠这个 简单的这些拉掉 你当然要充分的就是加强 自己的一些进攻 然后你在这个 对拉的过程当中 应该要 讲究一些线路的一些变化 好球 好的 不可惜 在多拍过后 那么我觉得包春来 还是欠缺一点耐心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可能是他会 给他带来一个 在比赛当中会有一定的影响 就是多拍 以后要有一定的耐性 2比0 一定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尤其像在不顺的情况下 那么刚才其实我们也介绍到 也看到了 就是像陶飞克这样 不顺 不顺的情况下 那么就调整 请尝试一下慢镜头 头领区的起跳直线 所以刚才我也讲了 就是包装了他的这个 脚的这个爆发力不够 虽然也在起跳 起跳可是那种力量力度不够 而且有些时候 就比如说你登出去 要跨球权的起跳 就是那种爆发力不够 所以呢 变成比较平淡 所以这样呢 就给这个对方造成的威胁 就不是那么大 发球 躲回了发球权 0比3 好球 那跟大家呢 报道一下呢 在刚才呢 隔壁场区 林丹那一场比赛呢 完成 那首号总者林丹呢 最终呢 是以三局的表现2比1的局数呢 击败韩国的李玄英 第三局是赢15比8 那变成呢 林丹打进到四场之后呢 那下轮对手呢 将会是三号总者的Peter Gay 再多的夺回发球权 保春来 好球 那么刚才经过多拍过后 那么李仲伟的这个后场判断出现了失误 看一下慢镜头 没有球掉下来 真的很快 我们看到李仲伟要求裁判 那就是场地上面应该是有汗水 顺便自己也做一些调整 那么 要点水 那这一次呢 李仲伟是属于赛会的五号总者 在前轮的比赛呢 数比四跟数比三 那击败了德国的选手呢 也便 那基本上在这一次的晋级呢 李仲伟呢 都是以赛落的盘数呢 分别通过他前三轮的对手 从总体来讲 还是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中文的场上呢 非常的这个冷静 好球 那么包上来呢 也通过自己的这个切发球 头顶 区的这个突击对角 所以这位包上来要特别小心 尤其在往前推球的时候 因为弧度掌握不好 因为他自己的回防呢 时间就不够 造成了向对方突净呢 就来不及防守 所以呢 尤其在往前推球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自己的弧度 那李仲伟 真的对球这种的意识很强 5比1 不可惜 那么高的击球点 可能对自己放球的这个要求 过高了一点 那么出现了失误 所以李仲伟顺利的 过去造成李仲伟在回球的 正手区的这个直线 出现了失误 1比6 1比6 好球 这一球呢是成功 攻堵了对方这一板的扑杀 好球呢 送到了 李仲伟后方 这个场去 2比6 可惜 可惜 这一板的领杀没有进 6比2 保存来还落后4分 2比6 好球 那么 保存来又多复了发球拳 2 6 好球 好球 机会 好球 漂亮 轻薄一个对手 看一场慢镜头 起跳 一个正手 反拍的这个戈对角 这一圈的3比6 往前 那么 没有占到太大的优势 李仲伟再次要求裁判 那么 场地 猜一下场地 那两位球员他们身高呢 起码 差距超过有10公分 10公分啊 应该不止 20公分都有 那保存来1米9的高度 那算是 目前的南单选手当中的最高 比刚才呢 这叶拿孙还要高 哇 我看见今天这不必要失误 保存来是有20个 李仲伟是有12个 这一局的回球又是出了底线界外 变得现在比分是8比3 保存来 嗯 还没说完 就丢一分 是啊 第一局其实也是这样 就是在落后情况追上来 然后呢 一下子又把这个比分又丢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欠缺一些 即时的解决问题 问题已经肯定存在了 嗯 这样连续也摄入4个 那怎样去扭转 你不能就这样一下子就吸溜糊涂 又把这个比分一下子就变成 10比3了 嗯 嗯 丢分丢的真的太快了 再往前一个运气球碰碗过 这球呢李仲伟还是想勾一个对角 但这球除了界外 过度 今天李仲伟就很会去做出了破坏身材高大选手的一些策略 是 战术 因为只要在速度上面他能够加快的话 所以让包存来 他就是说你只能跟着他的速度来打的话 那么他就发挥不出他自己的一些特点 另外一个呢 因为包存来呢 他自己的一些进攻呢 呃 可以说如果时间包括一些呃 位置不合适的情况下 那么他呃 过来的球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 所以呢 刚才 就像你刚才讲了 因为这个李仲伟呢 他把这个速度加的比较快 嗯 虽然有些球好像你可以进攻可以是吧 但是呢 那个位置呢 不是特别好 那个点都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下 就算你杀球 然后当然那个威胁就不是很大 3比11 落后了8分 包存来 4比11 4比11 又是一个快输的一板吐鸡 看一下 这球 回来质量不好 那么 李仲伟还是连续的进攻 过来李仲伟也真的脚步很快 刚从这个头顶去点上 之后马上的脚步又起跳到这个正手 对对 所以我就说人他一定要有特点 没错 所以你不要看他 你说两人身高相差都有20公分 对 那你说优势肯定是包存来用 但是你的优势你没办法发挥 这是一个 而且呢 像刚才李仲伟 我们也看到李仲伟 在今天这比赛当中 他说非常的冷静 就是尤其在场上 他的这个场上的步伐移动 场上的这个站位 可以说都是非常的舒服 你的感觉 好球 你要想控制一个人的时候 首先你必须场上 这个整体的这个速度 要比别人快 要不然的话 你等人说被别人牵的鼻子走 所以呢 这位包装来就是 你要想控制对方 那必须就把它速度上面 要能够加快 对 好球 这个停动 哇 这一分真精彩 经过双方多拍的来回 那么 过后 包装来终于 自己在往前方面 出了一个滚网 看一下 真好是滚网过来 哇 这一球呢 这双方这一销后 也是非常的大 对对对 所以两位选手都停下来 调整一下 喝喝水 那么我们看到 现在镜头画面呢 是 呃 绑羽毛球拍 嗯 是现场呢 会 球员 他们的一个服务 好球 那么在前半场的这个紧逼 那么 比分呢 现在是6比11 还剩下5分的差距 嗯 接发球的失误 7比11 保存来有没有机会呢 来落后4分 哇 嗯 刚才这个反派 想要过多一个对角往前 没有成功 哦 球过来输得真的太快 所以 就是他要追 对角 对对角 一定要特别小心 嗯 想要推一个后场 又出了底线戒问 那刚才呢 辛苦的 赶了两分 但是马上又送回来 两分给对手 危险 哇 打的可以说非常的球路非常的清晰 抱成 冒上来会场上显得比较被动 赛末电 李从未 除减 那看见了他自己也非常的激动 那这位满下年轻的选手 李从未今天是直落两局 15比5跟15比7 那击败了4号总指中国的保存来 而在这一届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男单最后4枪 那我那个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